大家好 我这盆茶花就出现了问题 枯枝病 出现这种问题 一般情况下是温度继续的上升 空气湿度非常高 下完雨之后 又出太阳 高温高湿 容易自生续菌 或者是我们前段时间上盆茶花的时候 没有很好的给土壤杀进消毒 温度上升 细菌大量的繁殖 侵入脊柱 导致病害的发生 出现问题 我们首先把这一段干枯的 给它修剪掉 修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把干枯的部位 全部修剪到外 修剪完成之后 用多菌磷 拿个棉签 把伤口涂抹一下 主要是 防止 细菌从伤口侵入 导致病害发生 接下来就是 清理一下 落叶 然后用二枚磷 滴上两滴 兑1000毫升的水 充分的搅拌均匀 二枚磷 是一种 类似型的杀菌药 和植物生长调节 对植物的真菌 病菌有明显的防治效果 适用范围广 使用安全 低毒 无意味适合家庭 适用 浇的时候 一定要给土壤完全的浇透 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因为 针对 土壤中的变银真菌 能有效的杀死病菌 所以 对土壤中的 微生物生态 不会产生影响 好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